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三连贯之后 齐达内辞去了皇家马德里一职 前西班牙国家队主帅洛佩特级走马上任 然而 更换了教练后的皇马表现大不如前 连赛三轮不胜 欧冠还被莫斯科中央陆军暴冷 更可怕的是 这只皇马已经连续四场比赛没有取得进球 创下了球队三十三年以来的最长进球皇 迪迷的表现 使得洛佩特级的率为岌岌可危 目前 皇马与前西尔西主帅孔迪的名字联系在了一起 今年夏天 意大利人在篮军两个赛季后宣布协认 在篮军两年里 帮助球队获得了英超冠军 除此之外 孔迪还在意大利有着丰富的执教经验 除去尤文图斯之外 还在巴黎 西尔纳等对有过执教经历 均有着不错的战绩 半人慕尼黑半人的功绪老帅海因克斯在上赛季结束后离开了半人 法兰克福主教练科尔奇随即进任 在赛季出的德国超级杯中 科尔奇率领的半人慕尼黑五个名大圣老东家法兰克福 为自己的半人生涯开了一个好头 然而好景不场 半人在德甲中三轮不胜 一下子跌出前四 欧冠主场还被埃亚克斯逼平 科尔奇的能力受到了极大的质疑 在众多报道中 奇达内成为了半人的钱在下家 接下 直叫黄马两个半 赛季的奇达内功成身退 为球队留下了九座冠军奖杯 一月成为炙手可热的教练员 巴塞罗纳本赛季是巴尔维德 直叫巴塞罗纳的第二个赛季 上赛季 他带领巴塞以赛季进一副的成绩夺得了西甲冠军 如果单看联赛这一项 巴尔维德的成绩可圈可铁 然而 在欧冠赛场被罗马逆转去布巴强 保守的打法使得他饱受狗病 新赛季 巴塞开局不利 最近四轮联赛一场未赢 创下了13年以来最差的开局记录 巴尔维德下克已成大热 目前为止 温格成为了巴塞下一任主帅的大热人选 作为枪手工寻找头 接下文革的执教了23年22年后选择了离开 文革是英超技术流足球的代表 这与巴塞罗纳的风格十分吻合 除去上述所说的三位教练之外 范加尔 布兰赫 桑保利 拉涅利等名帅军为执教球队 他们都可能成为豪门俱乐部的目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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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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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